本月13日总统级立委大选即将正式登场 为了啃托乡亲们的支持 祈求选战顺利 日前国民党及南投县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 现运友好 也在县长许淑华前县长林明珍佩东夏 在陆古厢进行车队扫揭活动 并参访多家公庙进行祈福 友好在他们两个议员当中 都让我们非常肯定 我们管理这边这边 如果要推动人好的观景 也需要我们的立法委员来到架去 友好就是很好的一个人选 想望到我们所有的乡亲事团 在我们的第二选区 都来支持我们的友好 友好可以继续为我们的乡亲来阔代国务 总统立委 演绎13日就要投票了 我们南投县第二选区的友好 他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所以南投县现在应该世代交替 要做个棒子 接给我们年轻的友好 来继续为我们南投县来服务 先认也好感谢两位县长 及竞选团队成员们的陪同 也希望透过此次车队扫街 能够加深乡亲们对他的支持 让他能够胜选进军立愿 为陆谷项争取更多的建设 造福乡亲 特别感谢我们的许县长 跟林明珍县长 我们今天一起来走陆谷 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来进行 许多宫庙的一个参拜 一方面祈求大家平安 二爱天佑陆谷 一方面也祈求众人支持 能够高票党讯 能够进入中央立法院 持续的搭配 为地方的需求来努力 那在这里包括我们陆谷的 许多农民的陆谷好茶 我们要外销 那地方长辈 我们需要有很多好的社会福利 那包括太极美帝的计划 和声锋议长所重视的 我们也希望往来去中央来 兼具资源 未来来建设一个 很好的交通便利的一个陆谷乡 议长和声锋 相信有议员过去服务地方的用心 一定能受到 相亲们的支持与认同 来打赢此次选战 当选立委进军立愿 为地方做更多服务 记者卢依凯陆谷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